天线测量技术是指对天线进行测试,以确保其符合规格或指示评估天线的特性。天线的常见参数有增益。 频宽、辐射方向图、波束宽度、激化和阻抗。 天线方向图是天线对从特定方向入射的平面波的响应,或是天线在特定方向发射的波的相对功率密度。 对于互惠天线,这两种模式是相同的。 已经开发了多种天线方向图测量技术。 天线方向图是天线对从特定方向入射的平面波的响应,或是天线在特定方向发射的波的相对功率密度。 对于互惠天线,这两种模式是相同的。 已经开发了多种天线方向图测量技术。 开发的第一项技术是原场范围。 其中被测天线Alt放置在范围天线的远长中。 不同的天线方向图测量技术包括1.原场范围 2.进场技术 3.紧凑型系列 原场范围 此技术涉及将被测天线。Alt放置在原场天线的原场中,由于创建大型天线的原场覆盖所需的尺寸,进场技术已经被开发出来。 可以测量靠近天线的表面的磁场通常是波长的3-10倍。 该测量值预计在无穷远处是相同的。 天线测量技术是指对天线进行测试,以确保其符合规格或指示评估天线的特性。 天线的常见参数有增益。 平宽、辐射方向图、波束宽度、极化和阻抗。 天线方向图是天线对从特定方向入射的平面波的响应,或是天线在特定方向发射的波的相对功率密度。 对于互惠天线,这两种模式是相同的。 已经开发了多种天线方向图测量技术。 进场和原场技术之间的区别在于,进场技术测量天线对从特定方向入射的平面波的响应,而远长技术测量天线对从无穷远处入射的平面波的响应,天线对从无穷远处入射的平面波的响应。